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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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就是纹森 控水纹森以及纹森佛车和控水纹森佛车 这四个难度不增异 首先要具备良好的柔韧性 如果没有良好的柔韧性 像纹森这类难度是做不了的 连平时你要注重你的腿的柔韧性 加上你的小刀起码要到底 还可以做这个动物做的更飘逸一些 这还没有到底的话 我经常建议呢 每次做这个难度之前 而之后要拉伸一下你的肚子的韧弹 如果想把这个难度做的更好的话 你一定要把你的锤压到去的板子 也就是压平 最后我想说的是 平时呢要注重你的这个肌肉耐力的训练 如果你的肌肉耐力更好的话 你做这个难度会更轻松一些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种 如果训练你肌肉耐力的方法 你看动作示范 今天是博撑姿势 这种博撑呢 我们把他叫做铁头型博撑 一 二 三 六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五 六 七 二 这样一个扒排下去 一个扒排上来 然后呢 二十个三亿 每天做上三大组 这样长期下来 你身体的通二头肌 和通三头肌的肌肉耐力 都会大大提升 提升之后呢 你做这个难度就是轻小起步 好了 这就是通水文森博撑的教训 好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您加入 联系我们媳妇下方的推出性 总座或分座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健康 或养生的知识呢 可以加入我们公主的官方式行台 如果你想了解更系统 更全面的教学视频 可以来我们公主的官方网站 好了 很感谢 由公主的主席出事 加入播出的教学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